今天来聊一聊甩棍 严格来说 这是一款现代冷兵器 甩棍源于短棍 或者说 甩棍就是短棍的一种 但是它也有着一些自己的特性 正规全称战术伸缩紧棍 统称为伸缩棍 普遍用于世界各地的执法部门 以个人防卫 因绝大多数的出棍方式 均为用力甩出 甩棍这个俗称因而得名 甩棍的历史可追溯至二战时期的德国 距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但是热度非常高 在很多平台都有售卖 在很多人的车里也都有鞋带 很多影视剧里也都有它的身影 尤其是杀破狼里甄子丹对决无精这场戏 让甩棍迅速出圈 它和直虎双戒柜 库柜等防身武器具备同样的特点 第一就是可以耍帅 而且是真的帅 第二就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虽然不能带上低铁飞机 但是个人持有把玩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从实战型角度来说 比其他三者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因为执法部门真的有在用 首先甩棍的主要特性是伸缩 赋予了它多个优势 便携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实战中 影币快速出棍带来很多战术优势 比如腰间出棍直接打手 类似于拔刀的动作 比如横扫出棍第一击 对方很难判断你攻击距离 甚至有藏在散柄中的产品 这里要单独提一下轻击 虽然轻击手柄结和中段铝合金 是出于轻量化方便女性和利弱者使用的设计 但一定程度上是甩棍重心前移 执动快速 赋予甩棍超越木棍的战斗力 从杀伤力角度来说 与普通短棍相比 如果使用相同的力量挥动 由于甩棍第一节较际 接触面积小 相同压力下产生的压强较大 而本身又是刚制 杀伤力比普通短棍肯定要强一些 因此切记使用甩棍击打人体的头部颈部等要害部位 普通短棍重心在中间 在握持时需要在尾端空出大约一握的距离 使重心靠近握持手 以提高操控性 而甩棍的重心本身就比较靠后 在第二节靠近手柄柱 可以说是具有与生俱来的良好操控性 不过要说一下 普通人不要去消费甩棍 当然为了娱乐把玩的除外 我指的是真拿它实战防身的 不是说甩棍骗人 它之所以设计成折叠的 只是因为专业人员在随机突发状况中 需要跑跳 翻越 钻服 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短棍 不是5到70这个长度别在腰上 你真的没法动 做也做不下去 走个路到处撞东西 极度不方便 所以甩棍应运而生了 甩棍的攻击能力 并不比菲律宾短棍更强 它并不是一种特殊涉及增加攻击力的高级武器 它的价值就在便携和隐蔽这两个事情上 它就是一根棍子 而且还很容易出问题 不要因为仰慕甩棍 在这上面花冤枉钱 除非你真有那个必要 比如你就是做安保职业的 保镖 城管 保安 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可能面对突发事件 而公司不给你配装备 那你可以自费买一根 能大大的带来工作中的方便和舒适 不过防身 本身并不需要24小时待机 所以花数十倍百倍 甚至一两间的价格 去买一个真的就只是棍子而已的东西 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你有段时间要走夜路 或者晚上喜欢出去走两风里 或者开长扶车 而且你还确信棍子是最实用的 你完全可以带根正常的棍子 棒球棍更好一些 其实很多人想购买甩棍 完全是一种工具情节 也就是当做玩具 而不是实战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买 但就不要没事老纠结 实战怎么样 能不能干翻对方 能不能秒杀对方这种问题了 跟同样长度的其他棍子讲比 甩棍的击打能力是要强一些 但没强到秒杀的地步 在短棍战术动作上 甩棍是不如一般的木棍的 短棍动作有两个比较常规的动作 甩棍是完成不了的 一是捅机 虽然现在有些甩棍号称可以捅 其实那是搞笑 真正的捅机不是像刀一样捅人 而是重中 破门式的重机 也就是双手握住棍底前后部 前部流出大概3-5厘米空间 用上半身和腰部全部力量集中在棍头处 像四秒撞中一样撞过去 这个力量非常大 可以直接打碎头骨 甩棍这种前后粗细不同 还存在松动和自解锁可能的棍子 根本不适合用来捅刺发力 由于这个动作棍体 要承受的纵向力量非常巨大 如果这时候棍子解锁了 还可能伤到自己 二十百机 双手握住前后 像正常出拳一样 用棍头和棍蕾代替拳头击打对方 甩棍棍头一个洗竹杆 导致棍头根本无法做这个动作 而由于棍头太洗 双手无法统一发力 棍尾攻击也不行 还不如普通的植木棍 它不是一个超脚的武器 它只是一个超帅的武器 不要看漫画和影视作品下渲染 甩棍能不能让我出去置身 这不看武器 这看人 真子弹用一把面条也能出去置身 普通人用甩棍只能挨打 即便打赢也会被警察叔叔带走 因为他属于提前预备行凶的兵器 如果说合法性来讲 棒球棍都不算各种有一定长度的 骑行怪状的金属武器 比如扳手 管道前 车锁 破坏力都不比甩棍弱 甚至更强 还合法 一个不注意就能把人打死 而且都脱手可得 便宜 还不算管制器械 又帅又实用的武器 是存在几千年的刀 而不是工艺发展之后 出来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兵器